吹了两个房子 把他们吹走了 然后我们才有钱买的咖啡机 那你这个工作的 工资有点少吧 一个咖啡机也就两三千吧 你给老板解决了两个这么大麻烦 泯灭了自己良心 才赚了一台咖啡机 如果你们天天吃芹菜的话 是吧 八分钱一斤 我记得钱 芹菜最便宜是八分钱 还是七分钱一斤 哇塞 我们真是 西红柿炒鸡蛋放芹菜 鱼香肉丝放芹菜 把芹菜叶子包下来 拌个凉菜 这就是我们食堂的作风 那段时间真是 芹菜简直就像热梦一样 在梦里面都追着打我 这是个可怕的噩梦 该死的 不知道温哥 好运节怎么样了 我得去看看他才能安心 走 换衣服 我需要 又要换正装 天天就要换正装 哎呀 也是醉了 天天都要喝咖啡 没有咖啡活不了吗 啊 我的豪华版 2000差别车 咖啡机 只要轻轻 这尼玛是在做 啊 广告吗 这个广告 真的是让我有点 猝不及防啊 你好 这是PLUS家 PLUS先生 我是华尔兹 我们代表这个 温家太太 给你打电话了 她中风了 不过她现在 恢复的还行 让我猜猜 她想见我 真是令人惊讶 亲爱的PLUS先生 你怎么知道呢 啊 你可以来一下 行 好 我会来的 好 谢谢 还选一下 因为悔混产生的梦 竟然成真了 爸妈怎么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居然都没有看 哈哈哈哈 你说的对亲爱的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哦 快看亲爱的是我们的儿子 看到了亲爱的 嘿 儿子 你不会介意我们喝掉了一些咖啡吧 今天的咖啡尝起来很棒 哎 You're welcome 既然你们在这里 我猜你们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和我说 你猜对了 儿子 啊 看来你仍然在一心追求财富啊 而或是自己对其他人造成的伤害 你的父亲想要说的是 你正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自我 哎 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我已经没法退出了 我离成功已经很近了 马上就能 是吧 当上是吧 升官发财 等我有了钱我又去救济那些老人 然后给他们盖做养老院 免费的 啊 当然那是后话 心里话 心里话 说出来 怕 应言不了遭雷批 而温格斯太太呢 好运姐呢 我听说她的状态可不还好 你不觉得她那样的老人应该有家可归吗 哎 我知道 她对我很好 也许你能够理解 如果你能看到你的行为产生的后果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温格斯太太的 现状哦 你们不许这样催我 不 儿子 你必须要这样做 我们只是在试图帮你走回正途 呃对不起 妈妈爸爸是为了你好啊 这种话我挺听了太多了 看 你可以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好孩子的 同情心的好才 好孩子 我并不觉得是好事 我在找plus先生 啊天呐 我一定是疯了 好的 冷静下来 喝完咖啡看成章 然后行动 哎呀 好烦呢 要撕了 喝咖啡 醒醒神 呃 咖啡可真好 用了一什么2000X什么什么型号的咖啡 就是不一样 钱花哪哪好 就就因为我们是吧 催了两个房子 把他们催走了 然后我们才有钱买了一个咖啡机 那你这个工作的工资有点少吧 一个咖啡机也就两三千吧 你给老板解决了两个这么大麻烦 泯灭了自己良心 才赚了一叶台咖啡机 哎 建好院线可能会好一点 哎呀我天哪 你好 有人在吗 哈喽 我要看来plus家 哇 令人无语的服务态度哟 居然没有人 你还好吗 嗯 请保重 大妈你还吗 你好女士 嗯 我还是离开吧 哎 为什么两个都是一样呢 哎 这还有一个 嘿 能让我过去吗 没效果 他睡得就像块石头 嗯 那就那就过来吧 哇 我们已经到了养老院 叮咚 好黑呀 真的 我估计你们看的就是一片躯黑 我没法通过这里 这里上着栏杆 啊 不过这些老院还有栏杆呢 那不是妇人院才有的吗 嗯 阴森恐怖开着电视 那东西什么 我最好还是离开吧 电视啊 看着恐怖片嘛 放着喵姐的实况直播 土豆 土豆 我靠 鬼畜的土豆 还是土豆 我 我拒绝 我不做饭了 不 土豆 真是浪费了我的厨艺 我拒绝 我需要更好的 天天做土豆吗 那真的很难受啊 天天吃土豆 我需要的是肉 走开 快滚 哎 我靠 我一不小心就进来了 我怕他 他 他把我当土豆剁了 我不喜欢使用公共作座 怎么了 金老院厕所嫌脏是吗 哎 我应该跟他打个正面的 你好 我现在活很大 出土豆就是土豆 啊 是的 我听到了你们的对话 这个 他们把这个叫做节俭 嗯 现实生活中土豆好像不便宜 我记得最便宜的应该是芹菜 真的 如果你们天天吃芹菜的话 是吧 八分钱一斤 我记得钱 芹菜最便宜的是八分钱 二十七分钱一斤 哇 我们真是 西红柿炒鸡蛋放芹菜 鱼香肉丝放芹菜 把芹菜叶子包下来 拌个凉菜 就这就是我们食堂的作风 那段时间真是那个芹菜 简直就像噩梦一样 在梦里面都追着打我 我其实觉得啊 这个大叔应该是 那个割了双眼皮 带了美瞳的大叔 眼睛这么大 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画风啊 你们觉得呢 那我们就走吧 应该就要给他找东西了 养老院走廊 养老院四号房间 养老院还有一个不能走的走廊 OK 那我们就找东西嘛 对吧 然后往那边走 再存个档吧 既然说了话了 有人在吗 没有回应 下楼 踢 芹菜炒芹菜 辣椒炒芹菜 哦 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说芹菜 八六分前八 哎 哦 我以为是在读档 原来这里面这么黑 我靠我都忘了 我有这个了 哎呦 天哪 我想我听到什么声音 嘿 能帮老头一个忙吗 谁啊 清洁工 嗯 好的 行 要我做啥 我正在做事 但店里 应该是跳闸了 厨房里有个保险盒 能去看看保险丝状态吗 我是M道不 所以 谢谢你啊 孩子好 记得 然后我得到了一把钥匙 好的 行 OK 就说的说的 就得到了一把钥匙 但这把钥匙 厨房的话 有那个大叔在挡着 所以说我们肯定拿不到 然后我们进到 有一个屋子里面 它是需要钥匙 需要需要需要 需要那个什么呢 我记没错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房间 哦不不不不 前面那个房间 叮咚 果真有汉语拼音以后 变得很舒服了 就是保险盒了 让我看看 哎 哎 好 还有还有顺序呢 你们大家自己 记好了这个顺序 哦 修好了 电力恢复呢 棒 超棒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是吧 哎呀 我看 这个 大姨妈从门缝声 引出 我觉得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如花似月的妹子 在门框上 叹 造成了血崩 我还是不吹风了 我自己说的 我自己都觉得 毛骨纵然 你们能看到吗 有一个 哇 便利恢复 你就干 这么带劲的事啊 大哥 你 还不如吃土豆呢 谢谢你啊 电力又恢复了 你这在做什么 我在处理这份尸体 尸体谁的 这的一个老人 前几天死的 用这样方法比较简单 弄成肉鸟 真假的 哇 这可真是 那什么东西掉出来了 我不知道该说 说些什么 我现在感觉我随时的 内脏 体液和血液的 等等等等 什么叫体液的 和血液的混合 体液它应该是指 那个 排出去的 无用的东西啊 比如说 是吧 是吧 也要找到一些带血的肉 啊 这是 啊 哇 这个老头 这个眼神也就很 很木讷 就好 我干这种事情 已经非常习以为常了 还有这么残忍的 经老院呢 我怎么不大相信啊 朋友们 老人 他也没说男女 我们找这个 美铜线 大叔 哦 是的 太完美了 哇天哪 菜单终于有肉了 谢谢你年轻人 我现在开始做饭 很高兴能帮他 我靠 你真 我帮助你的以后 你会给我什么好处吗 这些是 Christ 你在干什么 你在脱尸吗 哎呀 哎妈 脱了一地的姨妈 我可 你这 这 然后我们需要干什么 我们去那边嘛 他应该做完饭了 我们应该就 哦 看他这个护士 真的就发怵 你知道吗 就护士就好像那种 酷 失恋了那个 酷花妆的一样 我做一袋好菜 他们终于可以吃到好菜了 说起来 我是这里看好运节的 我能给你带他食物 暗号吗 I X O 当然了 把这道菜带给他吧 谢谢你大厨 带人肉吗 哎 哎你真 哎我靠哪去了 啊 像咱们一般也是 哦 在这个房间 好吧算是吧 你带食物了 我很饿 当然啊 of course能借了请进 呃 没门 我不会把食物给衣服的 你不是这个太太 啊恐怕你走错房间了 抱歉 我看我就太急躁了 当然你可以用这些事 谢谢 那我就先走 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探望我了 对不 呃我想 我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吧 啊 上次 我孙子来看我 我真的需要离自那之后 我就没有听过他的消息 哇 这个老太太一直在 自言自语的说自己的事情 海伦啊 哎 现在如果可以啊 是把老人养在身边比较好 你说在新老院 他们还是很孤独的 哎 哇 行了 我要走了 我得到了一支铃铛 祝你健康 哦 祝你健康 让那快乐 只要在你身边 醒醒 终于 哦 什么事 啊 还需要更强大的工具 吸把啊 哦 对 去护士平台叫护士是什么 护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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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好 啊 这 听着游到铁栏被封着那么 我把钱包扔到后面了 所以 我猜你表示我同意进去了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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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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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妹的鬼畜吧 吓死人了 在老人 老年人眼里面 护士都是这个样子的嘛 不通人情 不通势力 长得非常恐怖 啊 what 啊 因为把他一直锁着 是因为老太太 记记掉了吧 我的天哪 他在这里多久了 这些老人像牲口一样被对待 他不 他应该不 不再需要这束花了 我可以把他带 带给 那个 我为 为什么感觉 这个老太太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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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啊 什么时候门给锁上了 我还是把 把花放回去 是个不错的恶作剧 他抱着一个铃铛 他说了什么 你就 我也一样 我说你是花美女 哎呦 也是好 抱歉 认错人了 啊 我都已经结婚了 你还要给我送花 哎呦 哎 我 这不是 得了一把亮衣架 哦 用衣架打电视 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那种方块电视机 有时候不好用的时候 也会直接去 就敲他嘛 那直接用手就好了 哦 做成天线 哦 哦 哦 你们终于能看电视了 哦 好聪明 真的可以用那个吗 我好 我想看看这个老汉 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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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 温哥斯太太 我在这儿呢 请进 我感到不安而恐惧 不知道自己面对什么 或许他会责怪我 但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安无事 我真的感到非常自责和羞愧 不好意思啊 把你赶出去了 给你带了一束花 你这麻一点不就行了 啊 真的没必要破费的 谢谢你亲爱的 你能来看我 我很高兴 这是我做的女士 对于收走你的房产 我很抱歉 但是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知道我不该那样做 别这样想念亲人 你没必要自责的 哦 谢谢你啊 老太太 那么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忙 任何事情都行 啊 不 我 没什么需要帮忙的了 我只是希望在死之前 至少能见到一个我认识的人 好运姐呀 你应该 不应该这样子的 但至少 哦 你可以搬到我家来 哎 这就对了嘛 我来照顾你 至少会比这里好很多 哦 哦 你真是个有礼貌的年轻人 但我不能麻烦你亲爱的 你有你自己的人生 有你为之奋斗的事业 而我呢 我已经老了 哎 这这这话 我活不了多久了 好运姐 特别成熟 不 你听我说 不要再责怪自己 而且 很快我就能和我丈夫团聚了 哎 那我会每周来看你的 如果你想找人说话 尽管打电话找我 嗯 谢谢你 用了死人的花 谁把灯关了 这个地方灯关了一下 旁边是雕塑就不见了 还有这种操作 嗯